民生消息首先要为您报道 许多劳工朋友喜欢喝的提神饮料 因为大部分含有酒精以及咖啡因的成分 如果在工作时饮用 有可能会造成意外 也因此从今年4月开始 这一类的提神饮料广告 都不得再出现例如洗窗等等 高危险作业的画面 以免误导消费者 广告中基层劳工因为消耗体力大 工作没精神 但业者标榜 只要喝了这瓶提神饮料 就可以像钢铁人一样精神百倍 但是从今年4月1号起 这类电视广告都不得再出现 高危险工作或相关画面 以免误导消费者 担心这类的药品会让民众 以为是提神饮料 所以我们有要求说 在那个广告的内容上面 就是说我们禁止他们出现 高危险的公众画面 贵福部表示国内学者最新研究发现 最常喝含酒精性提神饮料的职业 是营业工体力搬运工 及农林荧幕人员 而且有超过六成劳工 会在工作前或工作中饮用 此外调查还显示 每周喝超过一次的劳工 男性酒精成饮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七 女性则为百分之二十三点三 都高于没有饮用者 那一般有那种比较属于 大瓶含酒精性的那种饮料的话 他一瓶大概含量就是三百毫克 那等于你一天喝了三杯咖啡 那这个咖啡的话 本来就会有成饮性 卫福部表示 由于这类饮料深受劳工朋友喜爱 但常常在错误时间饮用而造成意外 因此四月起电视广告中将不能再出现 例如洗窗等高价作业画面 同时也不能暗示 可以在工作前或工作中饮用 如果违法将处药伤 二十到五百万元罚还 记者来说明讲东详台湾报道